政坛近来就传言不断 消息指有部长级的人马正在部署要跳槽 传闻指雪兰儿预计将在明年迎来新的州大臣 那雪州大臣南都斯里阿米鲁丁就已经正式发文辟谣 强调他将服务到任期届满 确保雪州经济和团结政府的稳定 阿米鲁丁以简短声明否认将卸下雪州大臣的传言 他强调在进建苏丹的时候获得苏丹主妇将担任雪州大臣 直到任期届满确保雪州政府的稳定 早前有媒体引述消息报道 投资贸易级工业部长东姑扎鲁将会离开巫统加入公正党 并在明年通过补选出任雪州大臣 而阿米鲁丁则会接替东姑扎鲁成为贸工部长 阿米鲁丁从2018年6月开始出任雪州大臣直到现在 阿米鲁鲁丁的卿级ivi 阿米鲁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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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